哈喽大家好,我是安安,又到了我们的减脂便当系列 今天我要做的菜非常的简单 用料就是这一根黄瓜200克 然后这里是110克的猪瘦肉 米饭呢,今天选的是黑米饭 用了25克的黑米和35克的白米 然后配料就是这个小米椒和大蒜子 如果不吃辣椒的话,就不用放小米椒就可以了 虽然这一顿有猪肉,但是热量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在400大卡之内 有件事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其实猪的体脂率呢,只有15%不到 所以猪肉并没有大家想的那么恐怖 也就是说呢,在食堂吃饭也没有大家想的那么恐怖 那大家只要挑瘦肉来吃就可以了 之前就有学生导问我,只能吃食堂的话要怎么减肥 其实大家可以选一个荤素搭配的菜 然后再选一个蔬菜 米饭的话120克到150克之内 然后用剩下的米饭来过滤那个食堂做的菜的油 因为食堂的菜就相对比较油一点嘛 那这是我自己的一个小建议 关于这个米饭的比例,我一般是1比1或者是1比1.2的样子 大家也可以多做几次 然后根据自己的口感来调节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音乐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